艺人张志林怀疑租前经理人 擅自更改合约中金额 侵吞大约100万元差额 前经理人被控三项欺诈罪 案件在区域法院审理 张志林早早以证人身份出庭作工 他指2013年加盟销定一旗下的经理人公司 永霸投资有行公司 本案被告43岁的梁雅斯 是永霸总经理 案情指梁雅斯在2014年期间 为张志林接合三份 合共710万架代言人合约 但他向张志林和经理人公司报细数 俄清合约价值568万 并且擅自更改合约调低酬金 从中骗取大约100万元差额 被控三项欺诈罪